因为新汉才来月升沧海,乌磊和赵卢斯成了网友追捧的火热CP,他们两人所演绎的角色实在是太有福气象了,大家也自然而然的对剧中角色的感受带入到了现实生活中,非常期待乌磊和赵卢斯能够成功携手走在一起。 但八卦媒体跟大家爆料称,赵卢斯的男友并不是乌磊,乌鲁克陶并没有如大家所想在一起,因为赵卢斯并不是乌磊的理想型,而赵卢斯的男朋友同样也是一位颜值超高的顶流艺人。 媒体还说赵卢斯和男友曾经一同拍过戏,也曾传出过绯闻,有的网友猜想赵卢斯的男友是否是洋洋,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不过八卦媒体又跟大家爆料了乌磊这边的一些传闻, 声称,虽然乌鲁克陶是假的,但乌磊和向寒芝之间的交往曾经显得非常暧昧。 昔日,有的网友扒出乌磊和向寒芝有多个同款,有同款其他,同款卫衣,同款手机壳等等,但两边都站出来发文辟谣了。 还有网友称,乌磊在直播间中无意中透露自己的微信置顶好友是向寒芝,甚至网友还根据乌磊在直播间中所透出来的好友头像轮廓进行了生娃,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而这次媒体跟大家爆料称,乌磊以前追过向寒芝,这还要说起两人之间所合作的电视剧《启航当风启时》。 还是这部剧两人相识在剧组中有较为密切的交流,而从这部剧播出后外界就传出了他们两人谈恋爱的传闻。 不过,除了两人以往所拍摄的作品之外,乌磊和向寒芝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集,就连一场同框照片也没有曝光。 而且,狗仔在跟大家讲述乌磊和向寒芝过往的时候也说,两人之前合作拍摄作品的时候挺暧昧的,但是究竟有没有在一起并不确定。 身为娱乐圈中的明星还真是难做,不红火的时候没有明气,没有流量,没有热度,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为止。 而好不容易成为了大众瞩目的顶流明星,一举一动又会被外界过多的关注,甚至拍一部剧可能就会有一些绯闻传出。 而乌磊和赵露丝最近这段时间的CP粉实在是太多了,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大家心中的无路可逃CP,似乎真的没有成真。 反倒是他们各自的感情都被扒了个干净,当明星想要隐私还真是难嘛。 虽然八卦媒体将矛头和焦点对准了他们,似乎想跟大家曝光猛料,但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消息爆出。 而且乌磊这边虽然有传闻,但一点实质性的证据都没有,粉丝肯定也不愿买账。 不过,就目前两人的情形来看,这么高的流量和热度,两人真的是火了。 虽然感情上或许没有什么动向,但事业或许会再上一个高度。 不知什么时候两人还会与对方再次合作,共同呈现给大家一部新的作品呢? 吃瓜果然还是得看小二。 今天小二就给大家分析一下,无类方如此岂不可待地跳出来否认恋情,这是什么操作? 难道真的是心中有鬼? 一不做二不休,小二这就左手拿放大镜右手提着探照灯,开始为小伙伴们查明尊效。 说实话,首先小二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脑海中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绝对不可能。 真要是阴汐声心,无类也只可能是与上面的那位,毛小慧,气质与颜值那都是杠杠的,怎么可能会与下面这位向寒之呢? 而且,向寒之在剧中也是与猴迷号的戏份多。 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就算真的有点什么的话,估计大家都会和小二一样觉得,无类最大的可能也只可能是与剧中的毛小慧,因为太美了。 这个毛小慧从气质上看,与香港的朱姨和张伯之有一点神似,少见的美人胚子,但是现在八卦传出的是无类和向寒之,这就非常想不通了。 想不通归想不通,下面小二还是顺藤摸瓜查了一下,小伙伴们请看下图。 小二非常仔细地查看一下向寒之的微博,并且特别留意了她的最新微博。 当然,还有就是与无类合作过的那部电视剧,小二特别查看了向寒之粉丝的言论,看到的情况和小二之前的猜测完全是一样的,粉丝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过她和无类。 然后咱们再来看向寒之最新的微博,这条微博是两年之前的微博,所以向寒之已经两年没有更新微博了。 在一万多条的评论中,小二唯一找到的一条评论貌似是无类粉丝的,而她质疑的也只是藏热度而已,并没有什么八卦。 小二再转过头来查了一下无类的相关,找到了那条微博,这是一个超话的微博。 评论区几乎全部是无类的粉丝,这些粉丝的评论中也没有找到一条题到了向寒之。 无类粉丝的说法中提的最多的就是,现在两个人都在事业的上升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八卦? 这个看法小二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其他粉丝和路人的评论都是说失望,进来一看只看到个手机壳。 关于两个人的手机壳小二的看法是,这种手机壳相似在生活中也太常见了吧。 两个人手机壳一样就是在谈俩,这真的太扯了。 而最高赞的评论很有意思,批评这个热搜离谱是因为无类现在大火了,所以来防爆的,就是怕无类吸粉所以造谣它。 下面的这条回复把网友们全都看笑了。 在另外的信息中小二还注意到,现在无类在拍爱情而已,而向寒之在拍少年巴比伦,两个人分别在两个剧组八竿子都打不着,这样看的话,这个热搜确实是离谱。 大家想过吗,为什么小伙伴们都说小二的推理能力强,远超那些影像号,因为小二就是喜欢推理呀,平时也喜欢看推理的书和剧,尤其爱好本格推理,这就结束了吗? 对别人来说,是的,对小二来说,这才刚刚开始,顺藤摸瓜,别人只能摸到叶子尖,而小二经常会摸到疼,然后再摸到瓜,最后可能就是大瓜。 现在小二能知道的一些细微的信息也就仅仅只是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但是两个人到底是不是青梅竹马,到底两个人谈没有谈过,一无所知。 有空又回复说没谈过,不过小二觉得也有可能是他猜的,但是拔出两个人料的那个回答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被删除了。 这就引发了大家更大的猜测,难道真的有鬼? 小二个人觉得这个热搜第一才是最大的鬼,为什么会上热搜第一?没有道理呀,这个热搜上的莫名其妙,难道真的是为了防暴? 小二查道论谈上网友的说法,也几乎都是觉得在防暴。 也有网友认为是在抢蛋糕,不过还有网友中有一种说法,说向韩之喜欢无垒,而且把无垒看成自己的偶像,是他追的无垒,但是这个说法被辟谣了。 小二查道的情况是向韩之的爱抖并不是无垒,而且向韩之的意思也没有关注过无垒,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应该是向韩之13岁的时候,他的闺蜜在朋友圈发了一张无垒的照片,然后向韩之礼貌性的评论夸赞一句罢了。 结果这事传来传去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就传承向韩之倒追无垒,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向韩之从小在外国长大,他13岁那会儿还在外国,那个时候他甚至都不认识。 是什么无垒,所以这事就很离谱,大家散了吧。